歡迎收看阿龍開箱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尼爾自動人型 2B 這個也是等了很久 這個是Bring Art 出版的 6吋可動人型 Yoruha 2號B型 還有機械生命體 就是它裡面的這個 逆桑逆桑 在那邊含個半天的機器人 盒子整體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那側面的部分是這樣 就寫它的名字還有Yoruha 記葉的Logo 背面呢就是一些 有點揣摩遊戲情境裡面的劇照部分 後面的話是這樣 上面的話比較沒有什麼東西 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東西去呈現 那不如說直接看內容 好 那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內容部分呈現出來 那裡面呢 它有先附一張這一個 類似說明書 那因為這個2B 它有兩個頭 跟一個可以換成電玩中的機械人型 然後還有一些手的動作 是可以換成握刀動作 這邊一些簡單的教學可以 然後呢它裡面就拆解成兩組 一組的晃石 它的腳架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 就是蠻基本的腳架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重點 細節的部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兩張臉 很明顯就是有這個 遮掩跟沒有遮掩 那這個遮掩就是像了許多 那這個手的部分 就像剛剛講的 有三個手的部分 那這個應該就是武器的環 那圓形這個應該是頭的下半 然後輔助機 輔助器的這個上色 然後這個水桶 非常經典 一開始這個機械人先拿著這個 這個機械生命體 好 那這個2B本尊 那這個武器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武器的話 它只有附這個純白契約 就是這個小把的武器 它沒有附另外一本大的 所以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那就直接來看 它的動作呈現 好 那我們首先看到是這個2B本體 本身做的本體部分 它這樣目前看起來 真的是做得是蠻像的 跟這個遊戲從呈現的 這個還原度是蠻高的 那臉的部分 這個字的部分 也有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看比較清楚一點 那它的頭髮是有點做 類似半透明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呈現 可能是因為 他們這個頭髮本來就是這個 人造的這個頭髮 帶著有點透光的感覺 所以它可能故意呈現 一個透明的感覺 好 那上面這個髮圈的部分 這個樣子 角度真的蠻像的 好 那這台這個部分 那它這個胸前的話 這個衣服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做成鏤空了 因為它這樣的話 細節真的太細了 可能是沒辦法這樣做呈現 所以它就簡單的 它是一整個平面的 這樣各位可以這樣明顯看到 好 是分開的 然後這個整個服裝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 它顏色上的是蠻好 它在下半部這邊 很明顯看到它有個反光 有整個那種沙感的這種 反光處理 好 好 那背面的部分也是這樣 也是沒有在做樓空造型的 那下面的部分 塗裝還算是OK的 因為算是我第一次 入手這個公司出品 腳的部分呢 這樣 腳的部分 就是做有點那個反光的效果 然後後面的話 大概做這樣 然後腳的部分 好 算是它這個 整體來說呢 它呈現的是還蠻 蠻完整的 就是還蠻像巨重的這個造型 好 那我們來看它可動的範圍 因為它這個手 有可能是因為它卡在這個 彎節的部分 這個衣服造型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沒有辦法抬得那麼高 它最多就是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這個手的彎曲的部分 就是可以這樣玩而已 可以這樣玩 好 這是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但是它上下的轉動的話 可能就也沒有辦法 要把它做太大的這個大幅度的調整 好 應該就是這樣 好 那腳的部分呢 是因為它可能會受限於它這個裙子 不然它的腳其實是可以做很大的這個動態 是沒問題的 好 包含這個腳的下面 都是可以這樣做動作的 好 那它這個本體大概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其他配件的部分 好 那我們接著看到這個機械生命體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做得很棒的 因為可能它是因為它的簡單 簡單的造型 所以它可以呈現得很完整 以外它的仿舊的處理 是非常完整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仿舊的這個感覺 好 再來就是它可動的部分是讓人非常驚訝的 這樣動起來真的很像它自己在動有沒有 就跟電玩裡面的動作完全是一樣的 可是它動的幅度是有限的 不過這樣的轉動都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手的部分 也是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抬頭 抬頭 抬手都沒有問題 抬下 那手的本身還是可以做一些關節的轉動的 就像這樣 所以它其實做的是很多變化的 它的機械化的塑造是非常完整的 那腳的部分可以看到底部的部分 完全一點不馬虎 然後包含它這個 腳的關節和可動的部分 都是非常完整的 它可以做成這樣的動態 好 就這樣 這樣變化 這樣叫就很像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生命體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些配件的部分 配件的部分 我們先從這個2B的另外一個頭來看齊 那這個頭的塗裝也是相當不錯的 雖然沒有真的沒有很像 但是他已經呈現得非常不錯了 還有一個這個字 我嘴角的字讓我想起肖靜腾 真的看這個字也呈現得蠻好的 那這個頭的部分就頂多差別在這個頭髮的 那個眼睛的眼罩而已 那另外就是比較重點的這個輔助肌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那我覺得輔助肌他就做的真的是蠻用心的 因為你看他這個細節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個金屬光子 那可動的範圍他就可以左右轉動 然後手是可以這樣 可是可惜是他這個關節的部分是沒有辦法在動的 我剛剛在那邊試個半天很怕把它用壞 然後上這個部分大概是這樣 這個輔助肌的部分 接下來就是這個水桶 那水桶這個做的還蠻好的 這個整個感覺都是有 那種破爛的感覺 不是那麼完整的水桶 它這個下面做out是有用意的 它是可以讓它頂在頭上的關係 故意的 然後這個就是另外 待會可以換頭的部分 這個下半部 然後手的配件 我剛剛有簡單看過 有一些珠光處理的手 然後武器環的部分 這樣也是有做一些珠光散光的效果 那我比較驚訝的是這把刀 那這個純白切 居然有把它下面這個做出來 這個搖動的這種感覺 不是鎖死的 那細節的部分也是相當不錯的 我來看一下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來看它的這個動作成員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這個腳架的部分 組裝起來 整體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比較值得一看 它的腳架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它腳架下面有附了蠻多孔的 可以讓你去銜貼它的這個道具 那輔助機包含它這個沉浸的非常的這個狀態 也是靠這個支架去完成的 所以它這個支架其實沒有這麼一般 那這個 機械生命體的部分 這個是可以頂的 沒問題的 頂得很好啊 好 那現在各位可以看到的話 我就是把它的這個 武器的部分固定在後面 後方 就長這個樣子 它現在已經算很多數了 盡量已經還原它這個 有一個光環的部分 那這個臉的部分呢 這個頭的部分也把它換掉 這個樣子 後面的話就是長這樣 現在這個是機械生命體的造型 現在這個是機械生命體的造型 頭的部分 相當完整 這樣子 然後我發現這個應該是 它要拿武器的時候才用到 所以這個不是頭的部分 接著就是把這個機械生命體的這個 頭可以換到這個當武器的部分 這個非常好笑 因為它這個巨像真的就是有這樣的武器 這樣子呈現 相當趣味 然後我剛剛發現它的這個手 其實也是可以這樣擋 它其實要先擋下來 才不會可以擋住 直接做更正這樣 在這裏 可以擋住 你讓我來看 我可以擋住 你這樣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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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阿龍開箱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覺得意有畏心的話 其實這個公司在同個時間 它還有出另外一個機械生命體的部分 那它裡面就有搭配紅色的眼睛 就是比較邪惡的那一個機械生命體 都包含在內 那這個部分就沒有入手了 那喜歡的朋友可以幫我按個喜歡或訂閱我的頻道 或分享給你這個喜歡自動人型的同好們 人類はエコアレ